天橋底冷航中有個李爾皇,名部專訊,不似了秀 人類與疫區長環時會依戀家的溫亂 害怕揭然寂寞故一處安居,舉目有親就是生之救贖 讓人一生的眼淚有了家作容器,點點的滴都有人睡蓮 而不須在暴風雨中獨自發狂露宿街頭 道日如年,謹暑作伴隨了是人權的失落 還是你我不能想像的一種生之悲劇舞台劇深水埗 李爾皇將沙士比亞被號稱最偉大的悲劇改編 李爾皇式的絕景不再困於貴族江亭貪亂權威的暴徑之中 而走到深水埗天橋下的市井粗利之上 如果一人有一個人的地獄,天橋冷航上演的 就是一直被人遺忘的地獄 看雲曲沙翁寫盡人性改編空間較闊任何做舞台劇的人 遲早都要做沙士比亞的劇的深水埗 李爾皇的導演塞石槍做了五次哈姆雷達 又將三個沙士比亞的愛情劇串連,做了愛情沙翁 還請來了一班十多歲的年輕人做新編重夏夜之夢 談的是二一世紀的愛情觀塞石槍說,不是套套經典都適合改編 如亞瑟米勒的推銷原知死和講科學的歌本哈根都是改不了的 但沙士比亞不一樣,他的作品有了很大的改編空間 一是因為他老人家功力深厚,二是他寫的都是有關人性 能放諸四海而皆準這次他改編李爾皇的契機埋伏在多年前導演過的海撒大第一幕 那幕叫George Wighter,中文解美好人生 我把中環那座仿效古羅馬建築設計的舊立法會大樓變成了一堆頹換拜雅 安排穿特西裝骨骨的地產經紀邊出場邊叫羅馬豪廷、羅馬花園 之後一班窮人再出場,在城市中苦中作樂,他們搞天光虛謀生計 彎著腰之的老虎默默執紙皮城市時間流動,沒有台詞 一會是六四燭光晚會,一會有是七一遊行 就在遊行的人海中,海撒大帝朱利亞斯則陰雲不散,仍是雀人群 當時,他有敢劇中的羅馬和回歸後的香港有著相似的社會問題 兩者可以形成微妙的平衡時空 以古代今,可惜這一幕僅十多分鐘,我一直覺得太斷了 不夠,於是這次就決定做場長的、講的是最慘的那班老宿者 家喜子七身之所蔡石昌有三個藝術原則 一是藝術須有人文價值,二是作品須有社會關照 三時故事要有時代精神1984至95年是我一個戲劇的轉歷點 當時我剛在美國學成歸來,我的戲劇語言是外國的語言 後來到了一個階段,我突然問自己在做什麼 我既沒有很大的財力與香港話劇團媲美 又不想再做需要花很多財力、物力的大製作 後來我慢慢就開始向社區劇場發展深水埗 有李爾皇中的李爾皇分別是李伯、瘟爾德和王和李伯是生於富家的樂伯中產 高學力卻生意失敗,被親人出賣,得了重病 瘟爾德失業有初分,有個喜歡拍攝影的女兒 王童則是天真爛漫,與妓女有個真摯愛戀的自將少年 他們在天橋下露宿,值值的歲月中相亦取暖 風雨中互相扶持,編成了真實的香港故事劇中無一不是可憐人 他們如是曬雲不下的李爾皇,人生已經被迫走入絕境 但李爾皇上有女兒構低利啊 他們卻只擁有萍水相逢的彼此人生最悲慘莫惡於被至親傷害 李伯的故事源於我的一個舊同學他生於富家 繼承家族生意,但生意失敗,被親弟背叛 看不開,開始滑走,最後得了肝病 死了,我們都以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 但最後還是祖命運玩弄人生士氣 有種不變叫多變,但最難安納的還是寂寞 吃得一口旺年無人問彼虎更苦另一種慘狀叫失去 致親我們為了這次演出造了很多資料收集 找來社工和學者對談 發現很多露宿者想了單身宿舍很快會回到街頭 因為那個所謂的家只有四面牆 街上卻有伙伴從來 家不止是妻生之之 還有的事和臨友鳥演員街頭叔一宵上演之前 除了排練和收集資料外 他們在嫌疑的七月去了一趟有麻地 體驗無家生活的群都市人 放下銀包 口袋只有十元 握著一支水 一條毛巾 一瓶洗澡液 一無所有地過一晚 洗澡液由半島酒店捐出來的諷刺白 他們設下了數個任務 如找電話打給社處 找地方為手機充電 找地方洗澡 善用十元 最後找個地方睡覺等我們一開始就花了9.5美元買麵包 分了五份 一人一口 之後周圍去找睡覺的地方 問到一個中心保安 他先是叫我們12點半後到有冷氣的大堂睡覺 不過後而又勸我們逼去 臭到死 你們不會頂得信最後他們走了好遠路 在九龍公園洗澡後 經過右馬地警署後的隧道 火車橋 佐敦 一直行 根皮力進 終於在文化中心停下夜裡熱得睡不足夠 但到了五點又被凍醒 原來天光了 有雀仔叫成高牙了一晚 但有一個任務他們沒能完成 就是一小事什麼都不做 我們始終無法親身感受露宿的孤直 因為我們一路上都忍不住談笑風生 我們有半那一晚 他們常常看表 不停盤算幾點要起床 幾點要回忠心報道 報道完之後要立即回家 吃個好早餐 好好睡一教我們對生活有很多的期望 但露宿者不一樣 他們對生命已經失去了設想 過一天算一天 居無定所 也沒有未來 不求生也不求死 眾生就在這個界線中進進出出露宿者不止在城市中牢囊 更被放逐到時空之外 到日如年 沒有時間觀念 看太陽升起 看黑夜到來年高唐明鏡碑白發 潮如青絲舞成雪的感情都在沒有香港人就懂 這故事任何經典都有重讀的價值和意義 戲劇就是歌眾人生 就算悲慘人生一樣有被歌眾的價值悲劇雖在控訴 但還是有積極人生的意味 這就是戲劇的原意和本質傳統的西方悲劇 必有悲劇英雄一角 這個人身處絕境 之所以成為英雄 是因為他能在絕境之中堅守意志 發出人性光輝 配上了性命為後人樹立了 典範沙士比亞的悲劇 亦多以死亡作終結 你以皇也不例外 但塞石槍卻沒有自劇中角色於死地有人死 但並不是你 而 皇三人 我相信活著時需要相信希望的 我們想帶出振奮人心的東西 同時加了很多本土化的元素 有法香港人的共鳴他說 自己做戲做了四十幾年 不曾見過有關本土低下層的戲 因此深水埗李爾王正正就是要說香港低下階層的故事 而不是沙翁不下的李爾王 不懂沙士比亞 未看過李爾王 但只要是香港人就會懂得這個故事 Info 新域劇團深水埗李爾王日期 9月11、12日晚上8時正9月12、13日下午3時正票的 120美元、180美元地點 西灣可文魚中心劇院票務查詢 3761、6661網址 www.facebook.com Taxin Prospect Theater 新域劇團 演前座談會日期 9月12日晚上6時30分至7時15分地點 西灣可文魚中心劇院費用 免費入場文 黃雅亭圖 陳淑康 受訪者提供編輯彩巧和美術師劇期 中文魚中心劇院費用 黃雅亭圖 主題 主題